老江方第二章第二十五节 在耶路上有一个人名叫西绵 这人又公义又虔誠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我在讲《诗暴真》和历史里面 很多很多这些人物 这些诗经家 写很多不同的诗经文 甚至是秦都卫理工会的创办人 John Wesley 又或者马丁路德 他自己都有一大堆的这些著作 你看回他们的著作 你都发现他们是属于 他不是不利智神 他是利智神 他是属于光阴那种印高 换句话说 他用一个小时看到的东西 如果你有恒心的话 你是可以在十个小时看出来的 换句话说 他是快你十倍的 OK 这个就是 基本上我学习讲道 我一定要知道的一个事实 OK 但问题如我所说 有一种启示的方式 是如果你没有那种启示的眼睛 你是有生之连 我不管你给多少个小时 你收个小时也好 一百个小时也好 你用一生都去看这一节圣经也好 你都是没办法看到那样出来 那样就是我们称为 就是启示了 就好像等于 有多少人去过了一生 但有多少人可以写了这本圣经 六十六卷的圣经 就是神启示 所以圣灵有另一种级数 就是我称为启示的眼睛 而Kelvin Conner 可以说是当中的表表者 他所写的大卫会幕 摩西会幕 或者是里面讲圣殿的家司 又或者是写节旗那些 他的领寿 他对整本圣经 竟然能够在里面 在几十张圣经当中 或者几卷不同的圣经当中 组合了看到这个系统 这个概念出来 这个圣经的系统出来 这个就是我所称为的启示 我相信现在你就明白了 就好像我们所说的 毅托星或者李常寿 他是属于 仅次于Kelvin Conner 他们仅次于 他的意思就是 他们夹杂于 我觉得三分之一是启示的眼睛 大部分三分之二 就是属和江音的这种 印高在他的身上 而出了小群里面的 很多这些的著作 无论是十二蓝或者这些的著作 因为我本身 这些书我看过了 而并且 每一句他里面所写的 我都会问自己 他们怎么找出来的 他为什么能够理解这件事 而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启示眼镜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启示的原种 如果他没有那个原种 他不知道 他知道呢 比如好像等于 折旗 原来折旗 就是神和人类的约会 这个约会里面 牵涉到的就是很多很多 这些奥秘 在里面 很多很多秘密 时间表 应验在历史上 这些是你没有办法去知道的 你没有办法理解的 但是问题 就算你理解了之后 你就如我所说的 你需要工具书 你将活剧去对比人类历史 那你有没有关于历史书的工具书 让你检查连份 时间 发生的东西 你有圣殿会幕 这些尺寸 但你有没有把连份 对人类历史 我就是所说的 就是这些工具书 有了原种之后 你就要用工具书 将这件事去查证 真实定价 实际上 这个可以说 我在加拿大的 赵牧师身边 学到最重要的一个功课 虽然我回来 可以用三天的时间 可以教导给人 但问题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这是我之一 而那些量可以让你知道 如果我在加拿大 牧师身上所学的东西 要教给人 我基本上要一年 三天就绝对教不了 这个就是那个分别 我在两个人身上 所学到的东西 的分别就是这么大 但问题是 拥有这种原种 我所说的启示眼睛 就是这种原种 原来 令我很震惊 原来是很稀小的 就像Calvin Connor这种 我可以说 或者我是沽流寡闻 但问题是 在我所拥有的图书馆 我拥有的书 我看过很多人 去拥有的图书馆 还有很多诗经书 历史里面的工具书 我都用了很多 兼够现代的很多 这些著作 我都不会 完全不会省钱 一有新书出 我无论中文 英文我都会买的 但问题是 在这么多人当中 以Calvin Connor 就是很明显 在这么大 好像浩瀚的海一样 他竟然在圣经里面 找到一个这么大的题目 而写了他这些书籍出来 而他这种典型 就是一个示范 给你知道圣灵 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他应该有一个特性 而事实上 我初初 一接触他的著作的时候 这个直成是更明白的 因为当我看他的著作的时候 我发觉 我无论用多少时间 看他的经文 我都绝对不知道 里面讲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圣灵 这个人 绝对没有可能 是可以看到这些的启示 而这些启示 不是说 我们可以用多少年 多少月 多少日 看到 因为在Calvin Connor之前 全个人类历史当中 圣经已写成2000年 在2000年里面 全个人类历史当中 是没有人有他的启示 救命 已经不是说一个人的 多少年 多少个月 是说有这么多基督徒 这么多天主教徒 这么多人 经过这么多年 就是看不到这些 例如大家常常听 关于金灯台 球花杯 代表这些球 这些花 这些杯 总共有66个 一个是27 一个是39 那个对比是他找出来的 是Calvin Connor 不是其他人 他找出来的 他所找出的奥秘 这些啟示 是给你多少时间 量你都没有可能 看得到 我就是在说这些 但是 Calvin Connor已经是 举世最厉害的人 但是 在当年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接触了 EDION最早 最早接触的一大批 就是Calvin Connor的书 我花了很多钱 马上把他订回到香港 我以为在世上 有很多这些人 我当时 我以为 最少有100个这样的人 但是 原来不是当时 世代 不会有100个人 在全人类历史当中 其实是没有100个这样的人 全人类历史都没有 全人类历史当中 他是排第一 是最厉害的 OK 当然 我不计计圣经 我说的是解圣经 所以 就是因为 这个又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我觉得 他有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我又是觉得 基督徒应该做到这件事 基督徒应该 肯爱主的时候 就做到这件事 因为 就如我和大家去分享 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直接和别人说 我直接示范给他们看 就是Calvin Connor去说的 所有这些题目 我可以 一样用回他同样的原则 查回同样的启示 我在任何你们说的题目当中 我可以查出来 而事实上 我和他们查经的时候 让他们挑战我 你叫我查一个什么题目 于是乎其中一个给我的题目 就是在观堂的显恩堂 他给的题目就是教会教义 说教会教义 于是说恩信清义 但是那么多教会教义 就是说恩信清义 然后摸下文 而其中一个 就是主耶稣的名字 这两个题目 都不是Calvin Connor自己 所写过的题目 是我自己的查考出来的 虽然Calvin Connor有说The Name of God 但是全部都是针对在旧约里面 神所用的名字为主 而并且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甚至已经开始到了一个阶段 就是我拿回Calvin Connor的书 我重讲他的信息 但我是有把握 说得不但丰富过他 并且说的领受多过他 这个就是那段时间里 在这边传威他们接触我的时候 就觉得我是敌基督的原因 因为可能传威他们 真的知道Calvin Connor的份量 因为你记住 Bible Temple有很多的作家 但只是Calvin Connor一个 就已经完全超越所有 加上再成100倍 所以变了很多其他著作 你就不用看了 如果你看到Bible Temple的书 Calvin Connor那些 你真的全部都要掃除了 虽然他晚年 例如我所说的 他说的《大书的七十个七》 《新约教会》 《所罗文的电》 这些比较差一点 早年就比较多了 但问题 都无人能出其有 在整个《识经》界的历史里面 所以当时我见到他们的惊讶 我都觉得 诊文这么夸张 我以为他真的是说笑 但不知道原来他真的是这样看 就是看到《识经》 为什么能够说出来的东西 就是他们自己神学院教的 他们教的 还要是Calvin Connor所说的 这些资料 但是有人可以 第一 说回同一个题目 比Calvin Connor更好 第二 还要在他以外的题目 我可以扮认他的风格 扮认他的《识经》 用他的《识经》 用他的启示级数 向着那个方向 去研究一套讯息 让别人去看的时候 就能分不出 是我所说的 还是Calvin Connor去预备 当时我可以做到这个 原因就是我拥有这个原种 回来我就说 现在这个圣灵 原来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除了熟回光阴之外 还有这种超乎常人 直成是制造历史 这种我所说的启示 《识经》 《老金方》第二章 第十五节 在耶路上 有一个人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誠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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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